3月7日星期四 我是为你解读头条的蓝志峰 今天马来报的封面头条 是两则不同的新闻 第一是政党政治新闻 第二则是涉及到 一名失踪女童命案的社会新闻 乌涂山的封面头条 就是政党政治新闻 他说 为了各族 所以无需担心乌统一党合作 新闻的角度 视为无一合作 主要的信息是一个 就是两党的合作 不会破坏其他人 这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以及团结 这是他们的出发点 这一篇报道 其实占了四版的篇幅 报道这则新闻 除了访问巫统 一党的领袖 还有两党的元老之外 他们也把西蒙领袖批评 乌液合作的言论 放在里面 尝试平衡报道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则就是 Nasri 国政总秘书 他说 Siamindam ma'afkabada Salurouma Islam Dam layu 就是Nasri 我向所有穆斯林和马来人道歉 那为什么他要道歉呢 因为之前 他反对乌液合作 如今他发现自己 哦 我真的是错了 所以我要道歉 SORRY 同时他也说 为了政治生存 他力挺马来人优先 全面支持巫绎合作 所以他现在的态度呢 是180度转的 乌涂山的封面刺文呢 有两则新闻 第一则呢 就是Robo Kok Kakao Palin Kaya di Malaysia 过后呢 依然是大马最有钱的人 就是大马的首富啦 另外一则呢 就是Mayat Buddha Hilang di Temu Kan di Gunung Raya 就是一名失踪的女同尸体 在佛罗交予的拉亚山被巡获 而这一则新闻呢 同样的成为了Sina Harian的封面头条 他的这个图呢 也是这一则新闻 他的标题呢 是相当惊悚的 Tingal Tengkora Mistri Kekhi Langan No Aisha Trejawa 就是说 剩下头骨 那么 诺艾莎世中的真相大白 这名三岁的女同呢 是被他的圣母寄托给一名 已婚的男性密友 应该就是他的这个男朋友吧 就交给他照顾 那么可是呢 这名女同失踪 最后发现 他的尸体是在佛罗交予的Gunung Raya 在山坡旁边 当时呢 只剩下头骨和头发而已 那么 Sta 英文报的封面呢 就是 海外求职的片局 Corn Jobs Abroad Common 就说 这是一则独家的报导 内容讲述 外国淘金梦破灭的故事 那么 为何近期不少大马人 在寻求外国工作机会时 经常受骗 甚至上了这一船呢 原以为 会获得很好的就业机会 薪水高 福利好 就算在战乱的国家也一样 就是说 你在这些国家工作的话 你会获得很好的这个待遇 那么最终 这一些前往外国工作的人 发现到自己越来越穷 那么有些人工作的机会都丢失了 最糟糕的情况呢 就是 在外国被关进监牢里 比如说去年12月 就有47名大马人在柬埔寨被关进牢里面 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民众应该如何提防 所以STAR的这边报导呢 就告诉你该怎么做 如何确定这一些公司的真正身份 应该要做哪一些的防范措施 STAR还有另外一则封面图 这则新闻呢 就选择了社会新闻就是 刚才有提到的 为何要杀害这名儿童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kill this child? 就是说这名三岁 是这种女童被谋杀的一个案件 至于NST呢 他则继续选择他自己的新闻 作为头条 这次的新闻呢 是马航新闻 那么马航 你怎么了 关心马航的病情 马航还在流血吗? 已经除牌的马航 目前是国库控股旗下的公司 那么马航占国库控股去年73亿令吉 减值金额的一半 严重拖累了国库控股的财务表现 那么NST的这则封面报导呢 则指出 马航之前所进行的重组计划都失败 无法解决六个遗留下来的敏感课题 如今呢 马航将进行第二轮的转亏为盈计划 Financial Daily的头条呢 则是 Public Feedback Short on ICO Property Crop Funding Rules 就是说 证券监督委员会SC将收集民众对首次代币发行 就是ICO和产业众筹 Property Crop Funding的意见 那么SC已经发布了两份咨询文件 征求公众对ICO和 Property Crop Funding的 这个监管框架的反馈意见 因为ICO跟这个Property Crop Funding是大趋势 那么政府也加快动作 收集民众特别是业者对如何监管这两个领域的看法 以及意见 如果没有及时的去执行这个框架的话 去拟定这个框架的话呢 那么很可能 大马的ICO或者是Property Crop Funding的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同时消费者的利益可能也难以受到有效的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adfertron 12 2022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odest